近日,何炯喝醉后哭倒在周迅怀里的画面被曝光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天黄磊、周迅、何炯、黄迅、杨天真等人一起聚餐 聊着聊着,何炯突然忍不住哭到了周迅怀里哭了起来 周迅不停地拍拍何炯后背轻声安慰,并让其他好友递来纸巾 黄磊在旁边也甚是关心,但有点不知所措 真的没有想到,那么会照顾别人的何老师其实也需要找身边的人发泄 何炯这段时间因为收礼事件和男子深夜牵手事件 再加上湖南卫视各种风波上了好几次热搜 很多人对他这么多年来善良、温暖、高情商等人设产生了质疑 这次又被推上了热搜,点开评论区,有人挖苦嘲讽 但正向言论还是占多数 说实话,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这些艺人身处其中摸爬滚打,很难做到片叶不沾身 而何炯是一个可以让人愿意去相信并支持的人 他双伤极高,阅力丰富,看人看是准,控场能力强 这种了不起的社交背后,是他独有的智慧 虽然他总是努力扮演着温暖 但他其实很感性,内心情感很丰富 所以他不愿意伤害别人,说话做事总是善良的为人做铺垫给台阶 他总是以善良的心意去对待别人,好好先生一名 不过,他更需要自我空间,被尊重被理解 而这个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我想很难有人真正的去理解和了解他 也许他曾经期待有人能够豁达无条件的理解他 但很难有人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没有谁可以感同身受别人的处境 珍惜这个一直有着温暖面容和善良话语的人吧 他的瓜不好吃,有点悲凉和孤独 但是他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童年 如果二十多年都不能看清一个人 究竟是我们的问题,还是那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愿意相信那个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就是我看到的那样 永远善良炙热,永远心怀善意 点赞,订阅,并点亮小铃铛 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咯